中央银行已经10年没有升过利息了 这个基准指标利率重贴线率上一次上升 也就是央行上一次升息行动 要回推到2011年7月了 当时央行把重贴线率从1.75拉升到1.875 拉高了0.125个百分点 那自此之后 央行就只有降息没有再升过息了 直到目前重贴线率是1.125的历史新低 不过随着全世界的通货膨胀的情况是越来越明显 那台湾的物价指数也突破央行2%的警戒线 再加上美国跟世界上面主要的国家 明年都非常可能跟进新一轮的升息循环之下 央行明年下半年到年底 升息的几率看起来也是越来越高了 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阮木华 央行是主控双利政策 也就是汇率跟利率 那其中跟一般民众最相关的就是利率了 央行每季会固定召开里监市会议 决定三大指标利率 也就是说重贴线率 担保隆通利率 还有短期隆通利率 那这其中跟民生最相关的就是重贴线率了 因为重贴线率关系着房贷利率跟定存利率 重贴线率只要调降 那房贷利率就会跟着下降 那当然定存利率也会跟着下降 反之央行如果决定升息 那就代表说八兆房贷余额中许多房贷户 都会感受到升息之下 房贷利率上升的影响 那虽然央行一再对外表示说是无意升息了 也强调不会用升息来打击房市 但是最近央行副总裁陈南光 他公开的演讲的一番话 就指明了不要忽略通货膨胀的风险 这个言下之意 央行要有升息的准备 以迎战可能加剧的通膨 陈南光说通膨预期说变就变了 一不小心就会引发真正的通膨 不应该只是解释是短期现象 过去的宽松货币政策 仍然可以维持这个低的通膨 但是台湾以后可能就没有这么lucky了 另外呢 前央行副总裁许家栋 他也直言批评说 央行重贴限率跟市场利率是严重脱节了 市场油资充沛 推升了股市跟房市 央行却不能以升息应对 只能采取信用管制手段 在对抗通膨上就少了着力点了 陈南光跟许家栋 向来是直言不讳的大炮型的学者型的官员 他们的论点 虽然没有办法形成是央行的决策 也属于说是比较非主流的意见 但是不可会言的 他们的确点出 目前全球跟台湾金融还有经济 之间永不协调的一个怪异的情况 众所周知的是 真正决定央行货币政策还有利率方向的 当然是央行总裁 过去是彭总裁 现在是杨总裁 这个两个人大概都算是比较宽松派了 他们主政之下 除非倒不得已 央行动用升息大到 这个可能性并不高 然而国际原物料价格在油价带动之下是持续上升 中油零售95000汽油的价格 已经涨到每公升超过31块了 这个比去年4月是大涨了超过5成了 各种民生物资的价格也蠢蠢欲动 那这种国际通膨引导出来的台湾通膨现象 看起来也越来越明显 另外美国联准会对通膨情势 也越来越感到无力控制 有市场人士甚至预期 美国升息的时间可能会提前到明年中 另外还预期英国明年上半年会升息三次 那其他的大型央行像是加拿大央行宣布推出QE 澳洲央行放手让国债殖利率飙升 近来这一连串的各国央行的举措 其实都被市场视为是准备展开升息行动前的前缘现象 那至于说亚洲第一个升息的主要央行 韩国央行在今年8月底就把基准利率率先上调一码 也就上调0.25个百分点到0.75%之后 外界预估韩国央行很可能在2022年年底利率会上升到1.25% 也就是说未来一整年韩国央行可能在现在的基准上面 把利率上调0.5个百分点 到时候韩国的基准利率就会高过台湾的1.125%了 间接形成中央银行升息的压力 无论如何从内外债的形式来看 央行都应该开始思考货币政策的松紧 对民众而言 也应该做好升息之下 房贷利率上升增加支出的准备了 不过虽然央行就算要升息 我个人预估也只会是 但是未来全球通货膨胀的情况到底会怎么发展 这个谁也难讲 我觉得房贷户早些做些准备也是好的 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下方的爱心 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 也请订阅Like Today的官方账号 就不会错过芯片 Today才知道天天带你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天下午1点Like Today的理财分类准时上线